大家好,我是石玉兰,一起来关心11月10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110年原住民社会福利联合成果展开幕记者会 10号下午3点展开 原民会主委,一将巴陆尔以及县长柔庆林都清零活动现场 111年原住民社会福利联合成果展开幕记者会 10号下午3点展开 原住民组委员会的主席一将巴陆尔 以及县长饶庆林清零活动现场并颁发奖状 感谢这些一起为长者付出的文件站 文化今天不是把长者放到一个活动中心 做到什么都不要动,这样不对 这样会老得很快 所以只要还会动的时候呢 大家都要动 所以我要鼓励除了例行的课程之外 像你看等一下我们提供土地给大家来种植很多的传统农作物 这就对了 还有运动也对 甚至我要鼓励大家 那个中餐 当然请厨师是很重要的 可是厨艺最好的在谁身上 都在你们身上啊 就是感谢 我们原委员会给我们91个文件站 各位今天主委来要好好表现 从头到尾都要记得拜托主委 我们要增加文件站对不对 主委等一下 那我们非常的高兴就是 我们今天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合作单位 台东大学是我们的这个延缓失智 我们的运动 那我们跟台东大学还有一个传统食疗 最新加入的是怀旧 我们拿请全国第一名的社团来教导我们的老人家 把他的回忆做成一本书 那么现在呢 我们希望明年我们再来编预算 因为今天好多议员在 我们再来编预算 让我们几乎所有的文件站 都有专业的课程 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在文件站 快乐的慢慢长大 现场也有许多文件站推广食农保健 从擦的到吃的 全都是部落长辈亲手制作 我们今天所展示的每一个作品啊 都是从手作到美食 都是由长者他们亲自耕种 然后采收 然后我们再透过加工 就是天然的食材 然后做成一个就是 像这种姜黄糕 它一个就是刺冲的防蚊液 而今年度在64个文件站 分别推动体势能 怀旧创新课程 以及传统医疗保健计划 而未来县府将持续设计 多元创新的课程 使得文件站成为部落老人家 最常去的地方 也让老人家们可以更有活力的动起来 记得陈安如台东市报道